Alex Piggins 全球无数球迷疯狂追跑 斯诺克50年来唯一拍电影的男生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下 飓风载入史色的极大变态机球与单法会计 防守滴杆那必须是老爷子蜂蜜雪 就这惊世骇俗的进攻现已无人能比 让老弟球王戴维斯深深的折服 面对采访说出飓风比这项运动更伟大 接着来到风神第二杆 传授给二哥的绝学 滴杆暴力夹在白球华丽的旋转 知道为什么叫飓风了吧 是不是也知道旋风的含义呢 大哥飓风退以后 二哥旋风也荣登斯诺克低竿之猛 就这样的变态旋转 简直就是离谱 下面我们看看二哥在1984年大师赛 怎么秀大哥的绝学完成史诗清台的 这就是斯诺克黑白旋风大哥与二哥 接着来到飓风第三杆 打出史上天花板青台 本场是1985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 飓风大战老弟旋风怀着秀出 让牛顿都怀疑人生的干法 粉球粗暴地甩进后接着自己看吧 谢谢 这种暴力走钢丝史上 飓风第一个打出 别人打的都是运气 飓风是绝对秀操作 因此被台联誉为第一个发现 台面隐藏轨道的男人 年轻时打出2分30秒破百分 2分55秒破百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都知道 火箭为啥打球快了 来到第四杆就是飓风秀翻带 看看干法鼻祖是如何秀神仙翻带的 甩居一出神仙长台翻带惊艳全场 下面看这杆粗暴地低杆 发力和加塞简直要把球打穿 来到第五杆就是秀豹里低杆加塞 这种低杆会打的人有很多 但是没有能像飓风一样拉得这么远 我们一起看看罗伯和小特的低杆 先一看干法除了二哥就是罗伯小特胖子 来到第六杆就是飓风长排进攻 抵戴红球贴死裤边长排想要打击 非常的困难 接着请看飓风出杆 上手甩局直接命中 并且丝滑连接踩球 来到最后一杆第七杆 飓风再次的天花板清排 本场是1982年斯诺克双打赛 飓风对许老弟戴卑斯 请看这波飓风秀出的神仙清排 全场懒得走动白球永远都能找到底下的命 果然有很多时候就是压根不走站立 二哥怀特动手 这场打出了戴维斯阴影面积 最后一杆在此就会求走钢丝禁带 这就是干法加塞的开山鼻祖 22岁夺得1972年试解赛冠军 从此打开了斯诺克这项运动型篇章 这场达会有最高的三划 这是一分之位的一戒 全球的二戒 适当是远负重 6-0 1-6-0 Win1-6 deadline 这是4个云 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会参加冲仇唔 1个云啊 比赛 越银和史课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张彩蛋 让我们看看什么叫超级西库 最后一张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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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张彩蛋